就是把表單做出來 要利用Google表單做問卷 還有給我一個縮短網址 還有QR Code 所以這總共會有縮短網址的結果 那當然縮短網址 因為我們POL上面你要繳交作業 因為它沒辦法貼一個東西 所以要不就是你怎麼樣 你就把它貼到那個什麼 貼到WORD或記事本裡面 WORD這邊好像有 或者是你貼到那個什麼呢 貼到那個記事本 副屬應用程式裡面有那個記事本 記事本在這裡 OK,你會把那個網址 縮短網址貼上去 比如說你那個縮短網址 GG.GG的網址 你就可以把這個網址 假設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來 OK 然後呢 QR Code QR Code怎麼辦 QR Code沒辦法貼 乾脆你用WORD好了 乾脆你就是把它貼 因為這個地方沒辦法貼 因為這個地方沒辦法貼 記事本它沒辦法貼圖 乾脆就開那個WORD把它貼上去 貼完之後你就給它一個 一個檔名 然後 就把它再 傳到那個POL上去就可以 POL上面這邊都可以 繳交 所以 短網址加QR Code 而且你可以 這兩個可以把它放在一個WORD檔案裡面 那問卷結果 畫面的截圖 下星期再教就可以了 那畫面截圖我剛有示範過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畫面的這邊有個複製 複製 但是呢 最後呢 可能你有一些 檢答題 像這邊有一些是 你的學號 姓名學號 或者是底下的什麼 Email等等 如果說你有一些 那個 比較 這個 檢答題結果的話 你如果要繳交的話有個另外一個方法特別注意 請各位注意看 在回覆裡面 的 右上角 會有一個什麼 這個有點像什麼 Excel 但是它不是 它是叫Google試算表 你可以點選它之後 它就會彈開來 它會把 你們所作答的結果 這邊詳細資料 它會放在一個很像試算表裡面的東西 OK 你們說 這麼多人 填好多東西 OK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繳交這些資料好了 比如說你們做完問卷 那你想說 要給我看到裡面的東西的話 很簡單一個方法 檔案 它這邊有個什麼 下載 請你下載 成一個Excel檔 如果說將來你只是希望給對方看到 內容而不能修改 你可以給他PDF PDF 你們看看哪一個方法OK 你就給我一個什麼 我是建議你可以給我一個Excel檔 有沒有Excel檔點下去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下載到下方 就這個檔 一樣呢 我可以點兩下 它就會 本來是在Google雲端試算表的東西 它就會一樣可以幫你下載下來 但是這個時候呢 是會用Excel來開啟 OK所以也就是說 你在Google上面做完的東西 一樣可以把它匯入到Excel裡面 這個是寬度不足 就會有這麼多 這個資料就可以打開了 將來繳交的話 你們如果說有選項的話 你就把Excel檔交給我就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大概就是先把那個 我們上課的一些 中 有問題嗎 目前看起來最新的版本 這邊好像是用到哪個版本 2016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證照考試題 那我會搭配一個證照考試題 所以這邊的話呢也許你們可以 在2016這邊 題目在這裡 也就是針對 證照考試題 那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證照考試會很複雜 其實是有一點 但是會不會很困難 也是有一點 那你們學的會嗎 我覺得 應該沒問題吧 以各位的支持 我會盡量把那個 上課的速度放慢 OK那這邊的話 回去的話可以先把這個題目先看過 那也就是期中考以前 也許就講Excel部分 那期末考以前 就是 上半部是Excel 下半部的話影像編輯 我們會來講Photoshop Photoshop的話一樣 會有幾道題目 這個題目當然呢 也是證照考試題 不過其實拿它來上課也OK 就是有幾個什麼比如說 怎麼去背 這個黑白的看不太出來 怎麼去把那個 比如說本來這邊有一個 什麼這隻老鼠的 然後呢他可以把 這個背後去掉 然後跟另外一張圖做結合 其實現在最最基本的 就是說做那個 影像結合部分 OK然後 其他的話有這些 還有做一些影像特效 等等的 相關的 也許 就是回去的話可以先大家了解一下 那這個網址的話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GG GG點GG 後面的話呢就是斜線 叫Digit 這個可能請各位要記一下 2然後edit edit Digit就是數位 數位化 Tool的話到 edit edit就是編輯 數位化到編輯 比較好記一點 數位化 與編輯實務 與編輯應用 大概這樣 就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 OK 我剛剛就問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我想下一堂課 我們就 不多講新的 下一次上課 我們再開始來看 有關 Excel的這個部分 然後 今天的話就給各位一個作業練習 所以下一堂課呢 那剩下的時間就請各位 就是 先思考一下那個問卷內容 盡量有一點創意點 不要 就是 寫 盡量 看能不能問到一些 可能別人想問但是又問不 就是沒想到的東西 我現在 也希望 這裡面你創意越高 讓你的作業成績越好 OK OK 然後 就是腳腳這些東西 OK 我們今天 先到 先這邊好了 然後